第一个问题 《怀言经》说 妄施菩提心 修诸善法 事名摩业 由此可知菩提心的重要 当前时代 佛弟子如何发菩提心 刚刚这一段经文 是《怀言经》 妄施菩提心 修诸善法 事名摩业 就好像我们早上提到的 你做一件好事 可是你心没有亲近 亲近心是真心 是菩提心 心不亲近 所有的好事 就翻转成 轮回的福报 所以这一念差别很大 一不清静 没有功德 只有福德 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公案 梁武帝 替佛门做了很多大好事 但是他心没有亲近 他遇到达摩祖师 就求人家要肯定他 有没有功德 所以达摩祖师说 并无功德 因为他求人肯定就是耗鸣之心 心不亲近了 所以他所做一切就翻转成轮回的福报 而且福报在哪里想 还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在欧洲美洲的 我听福报的 每天主人还一定要陪他出来遛狗 散步 有时候他还去洗 还要给他烫他的 我比较没有经验 你们比较有经验 你看有没有福报 我在以前老外上住三顶花园 我看很多外国的佣人 都得牵着他 伺候他 我们台湾的部长都不见得有人伺候 自己开车上班 你看他散步还得有人伺候他 修行人不想福报 修行人不想来生得福 甚至于这一生都不求福报 因为你有求的心就不是功德 所以菩提心是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心 你用这样的心 做一切事都是功德 甚至都是念佛 我们看这个念字怎么写 金心 心上真有佛 用的是真心 所以老和尚说的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因为你用真心去应酬的 主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那你用真心去了 那生活是功德 工作是功德 应酬是功德 中秋节快到了 要不要去应酬 亲人聚会了 有功德 你去大吃大喝就没有功德 你为了去把正法供养给他们 那你跟他们聚会叫普贤行 你去关心他们 然后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这是为众开法杖 你去做法布施 你看六度 你去供养他们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你看有六度 有普贤行 都在里面 随缘妙用 菩萨士德也在里面 所以吃月饼的缘 供养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安众生的心 有佛法 就有办法 这一句一定要带回去 这样就有信心了 所以菩提心重要 印光大师说 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你看一场战 为什么能打得好 这个帅 很安定 任何烦恼贼来了 都不怕了 好 那我们 发菩提心 实在讲 菩提心是真心 真心是本有的 他遇到缘 你本有 你有这个因 遇到缘 现果相 必有因缘 方得发起 你本有的 菩提心 现前 那因为什么 因缘 菩提心 发起来了呢 第一 念 本师恩 哎呀 我不能辜负 阿弥陀佛了 他发这个48愿 就是为了度我 没有他老人家的愿 我根本没有办法断见识烦恼 我只有长劫轮回了 太感恩阿弥陀佛了 这一念心就是菩提心了 念本师恩 哎呀 四家摩尼佛都第八千次来度我了 我不能辜负他老人家 念本师恩 再来念父母恩 这个父母生育养育我 我得报他的恩德 父母离成垢 父母也脱离轮回了 直到方成就 我这个孝道 静得才圆满 假如父母没有脱离轮回 那他只有这一世 我能照顾他 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只有出轮回 才离旧静苦 得旧静乐 哪怕他很有福报 下辈子生的天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念着父母的恩 我要互念父母 往生极的世界 哇 你就很有动力了 你就自己会精精勇猛了 我父母已经离世了 那你这一生 只要往生做佛 一人得到九主升天 所以你念着父母恩 你会很有动力 而且还有过去的父母 刚刚我们 李悦家忍者分享 黄念老说的 可能很多过去父母 还得三二道 念父母恩就很有动力 你只要成就了 你父母不管在哪 都能得到福音 升天了 你到时候再到逃离天 去给他说法 什么都不要着急 最重要是赶快提升自己 着急你就退转了 所以人修学 要先把自己急躁 浮躁自己的心 调伏 唯学第一功夫 降得福造之气定下来 第三是念师掌恩 我们没有世间师掌 不知道礼仪 廉耻 没有初世师掌 我们不懂佛法 世出世间师掌的恩 就像老和尚 世出世间的道理 教诲我们 而且为我们教化了62年 为谁 为我 我不能糟蹋他老人家的教诲 我要做他的职 我要把他的教诲证明 让世间的人有信心 这念师掌恩 再来念护法恩 我们每一次会议都有很多人付出 我们都感谢这些护士的人 好 还有师主恩 师主恩还有众生恩 我们一天呢 有多少个行业服务我们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日之所需 百公司违背 不说别的 刚刚大家吃中餐呢 盘子公司 汤匙公司 刀叉公司 是吧 你看还有米 还有面 还有好几种菜 还有蘑菇 还有 很多啊 几个行业了 这个都是众生恩 所以以后 吃什么东西啊 看看 Made in 台湾 你还想着 台湾那么多 同胞 服务 我们往生做佛 一定到台湾行 菩萨道 你看你吃东西啊 都是菩提心 念恩的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菩提心跟什么很相应啊 知恩 报恩 念恩的行 是觉悟的行 是菩提心 再来 尊重己灵 尊重自己的佛性 自爱 这是菩提心 我不能再糟蹋 我自己的佛性了 我这一生要出轮回了 这会是菩提心 还有念生死苦 哎呀 这个轮回太苦了 我不能再留恋了 说婆了 这个也是菩提心 念求生净土 刚刚 我们李叶家仁者 说到的 真信 切愿 求生净土 这个就是菩提心 往生与否 在信愿之有无 那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他刚刚分享的也有很多重点 大家听一次够不够 回去重复听一下 里面好多祖师重要的护念 都在里面 好 再来是 忏悔业障 也是菩提心 大家有没有遇过 有一个人真正认知到自己的不孝 认知到自己的错 发入忏悔 那个是真心现前 他忏悔完了 脸色都不一样 业障都消掉 这个也是 也是菩提心 忏悔业障 知过 改过 还有是念正法 久住 这个也是菩提心 为佛法 为众生 不为别的 不忍众生 苦 不忍 圣教 衰 这是菩提心 好 那怎么发 怎么保持呢 因为这些因缘 你提起来 这个菩提心 就发出来了 而且呢 佛们有一句话叫 转烦恼 所以烦恼是不是发菩提心的机缘 你一转就是菩提心了 不要让烦恼 我们刚刚皈依了 皈依自性 觉 要觉悟 不能随顺烦恼了 好 刚刚皈依的 忍者 妙音 居士 你们现在心里面还有什么烦恼 可以提出来 我们马上 转烦恼为菩提 好 这样大家就会转了 好 哇 他们都没有什么烦恼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我的烦恼还比他们多 惭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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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惭 这个也是菩提心 战魂业障 好 我前不久遇到一个同修 他因为过去的事 一直没法释怀 他觉得有时候念佛念得很欢喜 可是想到以前的某些事 他就很痛苦 以前很痛苦的事 可不可以发菩提心 你提起来 阿弥陀佛为我发事事八愿 我不能再随顺烦恼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你看是不是转过来了 你提起 老和尚为我来了 不能辜负老和尚 就转过来了 包含 尊重己灵 我跟阿弥陀佛一样 有智慧得能向好 我怎么可以陷在烦恼里面 这就是尊重己灵 你看你遇到世间人觉得不好的事 你一转就是菩提心 你耿耿于怀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欲知前世音 今生受着世 所以你不止不能生气 我们还要忏悔 因为是我先找他麻烦 他这一世才找我麻烦 是吧 你看一转 不好意思了 原来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还有啊 让你越苦啊 就是劝你 不要再搞轮回啦 够啦 你看这么一转 他是不是提醒我们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别搞了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是不是一转就是菩提心了 你因为他厌离说破 怨生极乐 都是啊 或者你起一个念头 哎呀 我人生经历这些事啊 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 不在少数 我现在能从这个痛苦出来啊 我以后可以护念很多相似的人 出这个痛苦 你就有为众生 为正法的心 这个叫念正法救助 烦恼一转变怨利 我来看刘树云老师 得了红般性郎昌 请问 对世间人来讲 好事还是坏事啊 天大的坏事哦 可是你看 他借这个缘 念佛 恢复健康 现在 无量寿经都讲第三遍 副讲 是吧 那你 你看一转变成 度众生的 法缘哦 没有坏哦 哇 你看他去劝这个病重的人 人家很欢喜 阿弥陀佛 很有信心 我去劝呢 人家说 站着说话 不要疼 你又没有得过 这有经典依据 这有经典依据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精苦 恶其体肤 好 不备了 你看你一转念 就是菩提心了 所以以后提醒自己 不能让烦恼 相须 要转念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有一个爸爸 他们一家三口 他有一个小女儿 五六岁而已 一进家门 一看 被小偷光顾了 家里一团乱 这个时候能不能发菩提心 他这个爸爸 看着女儿说 女儿你看 现在缺乏中华文化 伦理道德的教育 才小偷 你比爸爸的缘还好 从小就开始学了 所以我们责任重大 你看家里招小偷一转 跟菩提心 鼓励女儿 说实在的偷都偷走了 要不回来 当然该报警了 报警 可是你看 他都是以绝 而不是用烦恼去面对境界 好 所以佛门有一个词 谁是菩提心 谁哪一件事 谁你每天遇到的每件事 谁缘妙用 你遇到的每件事 你会修 你提升 相关的人 跟着一起提升 妙用 每一个因缘都是道场 所以我们讲到 家庭工作中 落实菩萨道 你在家庭工作里 每天都会遇到境缘 怎么落实六度 普行形 还有妄精华文官 讲的 菩萨 适得 随缘 妙用 成德自己 这几年都在练 这个四个原则 练到现在 感觉 这四个原则 可以解决 一切问题 这是我的信心 待会你们可以放马过来 你任何问题 我用这四个原理原则 所以佛菩萨 他智慧圆满 他讲四点 讲三点 包含一切 你看自信启用 好不好 想不想过这样的 老实念佛 深深唤醒自己 尊阿弥陀佛 恢复的就快了 你看海贤老上 给我们做榜样 那比方遇到一个 很大的事情 告诉身边 这些年轻人 以前跟大家交流的 叫理论的群疏之药 现在是实战篇群疏之药 不是坏事 我请教大家 我们下一代 面临的社会 比我们复杂还是简单 复杂 你什么时候表演 忍辱波罗蜜给他看 金刚不坏声给他看 什么时候 right now 对呀 哇他一看佩服了 你看老上就真的是 表演给我们看 你看在台湾 红法 三十多年 最后没地方去 老人家不止 没有被境界转 还快速提升 境界本来就障碍不了 障碍在哪 自己的分别之族的念头 佛遇到歌力王 快速提升 本来在弥勒菩萨后面 超过弥勒菩萨 先陈佛 所以障碍不在外面 在自己的念头 这一点我们认知清楚了 就往内求了 放下分别之族 世事无碍 障碍不了我们 好 所以 这个俗话讲的 一个巴掌拍不下 你都是真心对他 他哪怕跟你对立 慢慢慢慢就被化掉 两个人都有那个对立情绪 才能持续对立 所以我们跟人吵得起架 叫半经八两 功夫差不了太多 所以这一句半经八两 对我们也是一场提醒 好 所以随缘妙用 自己受用 相关的人看了 感动了 你看我们现在提到 忍辱先人与歌力王 哎呀我现在这一点是算什么 所以佛的表演 还护持到厚实多数 弟子 所以诸位当爸爸妈妈 你们可以演出很多好戏 你的孩子在人生 遇到挑战的时候 就想到了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那你这个就 他受用 你的孩子受用一生 无方得 没有固定的方法 没有固定的方所 活学活用 无方得 再来 威夷住持 有责得 就以身作责 第三呢 如和之子 摄身得 所以前面是身教 再来是严教 你不能理直气壮 理直气要和 柔和 直子是真诚 摄受众生 最后呢 普代众生受苦的 代众生苦 其实就是 早上讲的 很有耐心 不离不弃 这个是菩萨士德 没关系 待会有问题 我们就用士德来回答 好 谢谢 一个问题 弟子的父亲 肺癌三年了 现在身体情况 好 他不知道病情 父亲之前也念佛 现在不念了 我有两个兄弟 不信佛 反对父亲念佛 面对父亲临终的情况 弟子该怎么办 弟子想请助念团 兄弟不同意 到时候 我强行请助念团 行吗 恳请师父慈悲 开始 不要先想着强行 这事情还没到 你看柔和直直 色身的 我们早上说的 修行是放下 不是换对象 现在 往生事情最大 谁敢拦我的路 杀无色 不行啊 你这样不是用佛法 你是用佛法的说法 但是你自己是习气 在现前 而且 谁缘 妙用 谁这个缘 妙在什么 妙在自己 心中有佛号 不是有担忧 有没有看到 当事人有没有未来烦恼 担忧未来 未来怎么来的 现在是因 未来是果 所以不要 太多对未来的担忧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相续发展 就是未来的结果 要守好 现前一念心 那 这个妙啊 妙在呢 不用情绪 用自己的智慧 去解决问题 首先对于自己的 父亲来讲 父亲本来念了 后来为什么不念呢 这要不要搞清楚 你不搞清楚 你怎么对症下药啊 问题出在哪里 都迷迷糊糊的 所以学佛是面对境界要清楚 所以学佛是面对境界要清楚 父亲为什么不念呢 两个哥哥是吧 兄弟兄弟为什么不支持 这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啊 你都可以 威仪注持 有责得 以身作者 我们有没有把佛法 我们有没有把佛法 落实在 跟这些亲人的相处当中 佛法讲 慈悲 为本 我们真的 对他们每个人都很慈悲 他会不会反对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以前分享地址规 有一个家长 就说我先生呢 不支持地址规 不让学 我说你先生会不会反对 你的孩子孝顺 他说不会 会不会反对他兄弟友爱 不会 会不会反对他 谨慎 做事 不会 讲求信用 不会 会反对他 放爱中爱人 不会 会不会反对他 亲近好的老师 不会 会不会反对他 好好学习 不会 但是他就是反对地址规 你看我刚刚讲的 都是什么 入则孝 出则涕 警性 爱中 亲人 余力学问 可是他就是反对地址规 我们呢 先学 家里的人都是透过我们去感受地址规 去感受佛法的 结果我们呈现的 不是把传统化跟佛法做出来 而是什么 拿着这些道理 在指责他们 他们当然不会欢喜 为人演说啊 我没有演得好 你说人家才欢喜啊 我都遇过 他们全家都是 学天主教的 只有他学佛 结果他对他妈妈特别孝顺 很多年过去了 最后他妈妈跟他讲 我以后的后事啊 你帮我办 因为你最孝顺 所以你看解决问题里面 自己好好做 威仪助持 有则得 是很关键的 接着 你做得好了 你讲话 人家相信了 柔和直指 也不能强势 很真诚 设身得 还有第四个 你要很有耐心去做 去沟通 这个就要普代众生 受苦的 心里面不要 哎呀 我得讲一次的 讲两次的 没用 耐心不够 多提醒 多沟通 多劝几次 这是用菩萨事德 去解决问题 老儿上特别提醒 你学了佛 搞得家里不和谐 学错了 你用这四个原则 不会跟家里的人 对立起来 好 这个当然 你去铺垫好姻缘 家人是蛮重要的 跟父亲的缘 比较深 沟通好 这个到时候 比较没有障碍 所以好好 耐心的 当然是自己好好做 让触动家人的善根 阿弥陀佛 感谢法师的解答 那线上还有两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如何敢得好伴侣 如何求得正法姻缘 请教法师 好像昨天有提到 敢得好姻缘 能敢是我们的心 所感 是境界 那你要敢得一个好 那这个好 是很有钱 这个好还是说 敢得一个好的伴侣 能够一起行菩萨道 那你假如是这个心 就敢得菩萨伴侣 你假如说 希望好是赚大钱 那不见得赚得到钱 因为你要有钱 财富师 得财富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所以要敢得好的伴侣 最重要的是不断提升自己 然后发愿 一起 能够 孝顺父母 祖宗 然后把下一代教育好 为社会 出一份力 你有这个心念 就能感到到 好 好 那还可以求观音菩萨 加持 观音菩萨可慈悲了 什么都管 但是 你那个对象 条件写清楚 到时候漏了一条 不要后悔 写清楚 后面加一条 可许则许 是吧 可许则许就是 菩萨 你假如觉得原诚 假如不成熟 不要强求 什么叫不成熟 像我就不成熟 我一路以来 并没有说一定不结婚 但是也没有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那随着年龄增长 好像没有成熟的缘 就不能强求 那因为 师父上人也有提到 几个弟子 最好是出家 那既然没有出现这个缘 后来有请示 老儿上同意 才有这个出家的缘 好 所以可能你跟我一样 有出家的缘 所以你家可许则许 后来没有了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出家的俱乐部 这个是另一半的因缘 再来是正法的因缘 那当然 这个 你 这个 效法老和尚 我这一生 学释迦摩尼佛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出家 大家不要紧张 学释迦摩尼佛 不为自己 为佛法 为众生 那你这一生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自然会感召姻缘 一切福田 不离方村 所以成德 当时候接触老儿上教诲 就会感觉 现在要解决问题 要靠教育 因为都是人心的问题 建国居民 教学会先 所以 随着老儿上的教导 就觉得 宏护正法 很重要 这个心 就随着老儿上教会 发起来 发起来之后的因缘 自然会有感应 那个成熟的缘 你推都推不掉 所以成德 这个21年 我做梦也没梦到 我回到伦敦 现在还跟大家 一起交流 我梦里没梦过 想都想不到 我还走过那么多地方 那个自由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而 什么时候安排 我们真的 可以利益众生 不会添乱 所以你发了愿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接下来 烦恼无境 是愿断 要先调伏自己的习气 你有退缩的习气 佛菩萨不大敢派任务给你 到时候你 干了 哇 那佛菩萨一个头两个大 你走到一半耍赖皮 是吧 所以要调伏自己退缩的心 把众使生子诸苦中如是愿兴 永不退 提起来 佛菩萨一看 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退都退不掉 所以不用去挂爱 缘分 你看老儿 就此 到 可以利益众生了 两个月 人家从台北 那时候交通多不方便 两个月九次请他出家 原程是退不掉 老儿上请示 黎兵老 黎兵老同意 所以你看这个出家的员 就现前了 好 谢谢 谢谢法师 那下一个问题 目前经济状况不好 学生毕业后感觉工作很难找 请问师傅 我们在平时教学中应当如何开导和引导学生 这个经济的情况比较不好 这是外在的一个现象 那佛门也有说 共业当中有别业 比方说疫情 算是对经济影响大不大 比较大 那请问在疫情期间 有没有人赚钱 有 在经济很好的时候 有没有人赔钱 那这个可以引导学生去观察 所以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经济不好 你本来有福报 他也不可能抢了你的福报 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建议他可以听一下 陈德早上提到 那一对演员夫妻 他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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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德给他提了一个题目 叫财不失得财富 真实不虚 你看他找一大堆关系 没用 还搞个清光眼 后来 后来开始不失了 就有人找他拍戏了 所以任何时候 环境再不好 李德 心就能够安 还可以跟他讲讲 然后像讲经的时候 有提李嘉诚先生 是吧 你看他三十来岁的时候 算命 说 那个陈朗先生 你要多少钱够啊 三千万就好了 他说不止 你的财库是满出来的 那个是什么 钱是带来的福报啊 可是老和尚给我们表演 这一生来啊 没有财富 养自己都很辛苦哦 可是你看 这一世修布施 修到财富自在 真的哪个因缘需要多少了 老人家一发心啊 那个钱就到了 这一生修出来了 所以大家好好修 老和尚给我们表法 你认真修啊 可以财富自在 智慧自在 受命之在 老人家四十五岁的命 到九十多岁啊 老和尚 有一次啊 不经意讲了一句话 四则 记住了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大家聊 老和尚 说命很长啊 老和尚说了一句话 不要超过自己的老师 李平南老师 是九十七岁啊 哎呀你看 这是古人的心境 乾隆皇帝啊 皇帝做到六十年的时候 想到啊 我爷爷做了六十一年了 算了不能超过爷爷 做了四年太上皇了 你看古人 这种心境啊 很尊敬自己的祖先 尊敬自己的父母老师 所以老和尚很多年前 这是身边的四则啊 亲口跟我们讲的 老和尚投口说 还是别超过自己的老师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的祝福 我会好好努力啊 因为那一天 有个同修 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啊 夫妻都去做义工 那时候是男女朋友啊 他的孩子前几天出生 发给我啊 哇 那好大 老 又是做胎教的 我一想 他才刚出生 我不活个三十多年 怎么带他 所以这个跟这么多孩子有缘 听说很多孩子在胎中 就熟悉我的声音啊 我得珍惜这些语言 好 所以我得要好好修 无微不思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法师 下一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 有什么区别 如何判断因缘 去给有缘人推荐 念哪一个圣号 请教法师 好 这个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那阿弥陀佛是老师 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好 当然了 很多菩萨也是古佛再来 配合教化的 那这个西方三圣 他们是师生关系的表法 那还有华言三圣 华藏世界 有三圣 毕露浙那佛 还有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都是法王子 在华藏世界 我们娑婆也有三圣 释迦牟尼佛 观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这是娑婆三圣 还有正诞三圣 中国有三圣 孔子 老子 还有呢 严毁 对 这是正诞三圣 好 那刚刚还提到 怎么把佛菩萨 介绍给有缘的众生 是吗 如何给有缘人 推荐念哪一个圣号 那你观察嘛 看他念哪一尊圣号 特别欢喜 那可能跟他前世 有关的 比方说他一直念观音菩萨 那你也不一定 你可以跟他交流 不要强迫他 可以跟他交流 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老师 也可以念阿弥陀佛 那他假如觉得 我念观音菩萨特别相应 特别感应 那他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会带他去集的世界 这个可以观察 他的缘分 师父他是提到如何判断 因缘去念 他有一个条件是如何判断 因缘去给有缘人推荐 念哪一个圣号 那这个他要观察 观察这个有缘人 他跟哪一尊佛菩萨 比较有缘分 这个可以自己观察一下 好 那他可以准备一下四大菩萨的法相 阿弥陀佛法相 一交流 一观察 应该可以观察到 那四大菩萨都是大臣佛法 阿弥陀佛心量很大 大老人说 我才能往生 只要修大臣法 可能把这个修学的功德 回向求生极的世界 都能往生 这法门广大 这是我们的学处 好 感谢法师慈悲开示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问题 都已经回答完毕 那还剩六分钟的时间 阿弥陀佛 法师好 你好 法师吉祥 然后这两天听法师讲那个布施 然后弟子 就是反思之前 弟子也参加了很多法会 然后也 然后在法会的时候 阿弥陀佛 好 就是弟子反思自己在法会上吧 因为当时听那个有师兄说 说可能搬那个佛像 可能功德比较大 所以呢 当时弟子就起了这个分别心 就觉得 是不是搬佛像功德比较大 然后或者是呢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 也有这个分别心 这个是法会 然后这个是道场 可能在这里面做好事 可能是不是功德大一些 但是可能 但是这两天听您讲 但是这两天听您讲 是觉得可能这种分别心 可能会 其实会障碍 就是是不是自己 自己的福报和功德 是不是有这种分别心 可能心就不清静了 因为刚才听您讲 是关键是得有 有这个菩提心和这个清静心 包括如果我有这个求福报的心的话 是不是心就不清静了 或者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做完好事 然后又把这个好事挂念在心里面 这是不是也不清静了 所以说我的问题是不是 如果说就是没有这种分别心的话 其实是不是关键不是说 在哪个地点 比如说我在佛教团体里面呢 或者是在外面呢 是不是其实重要的是 就是这个福报和功德 它决定于这个人的存心 或者心是不是清静 就而不是说他的这个地点 或者是做这个事的地点 是在法会或者是道场 对 真心有功德 分别心没有功德 有福德 所以我们真心老和尚知道我们 五心就是真心 真诚去做 清静去做 你有贪求功德的心就不清静了 你看佛门说 旧人一命 胜造七 其浮屠 你旧人的时候有没有在佛事 有没有在法会 请问功德大不大 因为你 奋不顾身 哇 这个心可贵 你看两文钱 他是全心全意 他是全心全意 所以他 功德大了 这个助持亲自帮他回向 后来他 有一点炫耀了 几千两 心没有以前真切了 助持叫他的徒弟来 帮忙回向就好了 所以 清静心 平等 不分别的心 这个 真心有功德 你有掺杂 分别执着 贪 贪求的心 那就不是功德的 是福德而已的 你看你抱一个佛像 佛才有功德 功德大 那菩萨流眼泪 所以会修的人 怎么修 六根接触六成 练什么 不分别 不执着 用真心 你真心 哪怕端几颗桃子 都是圆满的功德 因为你用真心 是吧 桃子没人 搬 都是去搬佛像去的 是吧 那你 拿着桃子也是功德 好 那就是 法师 今天您也讲说 就是 比如说 在家里面修这个 菩萨行 就是把所有人都当佛菩萨 那是不是 就是说 比如说就 所有的众生 比如说都当成是佛菩萨 去供养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如果 就是在这个 世相 人相上 就是 也 没有分别心的话 就是如果真是把所有政生 都当成是佛的话 就是我供养 这个 我把它当作佛菩萨 我供养他的话 这个功德和我供养 真正的就是 和我供养佛菩萨的功德 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理解 那你这个心就没有分别了 你这个心就是普贤行 你 你对待众生 你没有着他的众生相 你把它当佛一样供养 完了 这个就是普贤行 那当然 就是 我们 可以 我们认知到一切众生 只有如来之会得相 所以要理尽一切众生 那 我们对父母都不恭敬 我们真的能恭敬一切众生吗 大家觉得呢 所以你看 下手处 效养父母 奉事实长 所以很好 我们希望能理尽一切众生 但是你这一颗真心 要从孝亲尊师启发出来 要从对你恩德最大的人 启发出来 不然他只是一个理念 不然他只是一个理念 理尚是这样 我们世上达不到 总要有开显我们这个平等真心的 一个下手处 源头 当然你不能执着 他假如在孤儿院 你跟他说 效养父母 他说我没有父母 你看不能着相吧 谁对他恩德最大 他从这里感恩起 他的性德就开始开现 这是 虽然我们要理尽诸佛 但是这一颗 孝敬的心 从我们的印度发起来 再来呢 你跟家人 跟一切人 还有缘分的差异 是吧 你亲戚朋友 跟你的缘比较什么 比较深 亲戚朋友的 有需要你帮助了 我不能分别 我要出去帮助众生 那你这个缘 你就没有随顺 比较成熟的缘 所以 这个要随顺 因缘 现在哪些缘成熟 亲戚朋友 我们好好帮助他们 往后还有 其他因缘的众生 我们也 不分别的 去帮助他们 所以儒家有提醒说 净触不能感动 未有能及缘者 明明这些都是跟你 很有缘的人 你都没有 好好爱护他们 然后每天 跑去做义工 我真的遇过 那个老人家 还去讲孝道 都不煮饭给我吃 都婆婆讲了 那个 媳妇都跑去 道场讲课了 老人家 很难受 这个就不妥了 所以儒家从音缘上讲 修身 齐家 治果 平天下 这个还是有随顺的 一个音缘的状态 好 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